小震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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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我也能感受到 风中的流溪 潜藏著不安的躁动 净中 恐怕是要遍天了 啊 漂泊者 你来啦 研究院最近頻繁偵測到無音區移動。 各位最近如果要出城的話,一定要小心。 中端通訊一定要保持暢通。 研究院給予的防護裝置也一定要按標準配戴。 日常記得多喝熱水。 我先繼續做實驗了,各位保證。 。 她這人就這樣,表達關心的方式比較別扭。 但我覺得她這樣還挺可愛的。 漂泊者,現在就別在意這些了。 趕緊說說你之前都聽到了什麼吧。 。 殘星會這群人,真是太可惡了。 紀元與金西,絕之間有什麼特殊聯繫嗎? 特殊聯繫?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不過我聽說,紀元將軍曾經還是一名軍醫呢。 嗯。 其實,如果要問及他們之間的特殊聯繫,就不得不提到一段荊州的歷史了。 我曾經在劇院附近的一位說書人口中,如此聽說。 金令引,乃是由岁主絕選出的一州之主。 在歷代令引之中,有少數人直接為岁主的共鳴者。 而上一任令引卸任後,絕在很長時間裡,都沒有選出下任令引。 今天這回書,還得從那場彎刀之意說起。 北落之種,平沙無銀,劍海遍野,天塵如蜜。 金州雖有收復之意,卻始終久攻不下。 那可增的無相賢主,能夠吸收兵器的頻率,增強自身力量。 擁有將王者殘響,轉化為殘象的可固能力。 打破這一僵局的,正是葉歸的前任將軍,戈淑林。 雙月同天,大灾將險,戈淑將軍劍指血月,誓斬鬼神。 說那戈淑將軍,漸然黑焰,將一切殘響焚燒殆盡。 在戰場上如入無人之境,眼看勝利再望。 北落也,卻在此時下起了一場逆流的大雨。 天雨輕浮,白鬼夜枯,人間作煉獄,赤沙埋中骨。 歌書將軍留下最後的軍令,賀命所有士兵死守不退。 自己,則不惜以烈火焚屈,與無相賢主生死相決。 至今下落未卜。 就在所有士兵陷入絕望之際,一聲龍吟划破了寂靜。 一位少年接過了黃龍的旗帜,帶領葉歸殺出了重圍,撤離戰場。 經此一役,那名隱風化龍的少年聲名雀起,屡立戰功。 被決,懸定為新一任的震術將軍。 至於歌書將軍,則因那道至始夜歸死傷殘重的軍令,成為了黃龍歷史上,慶竹難書的罪人。 儘管此役令金州元氣大傷,但折服已久的碎主,也終於在隨後的行動中,選定了令隱的人選。 人們都相信,在碎主與令隱的引導下,金州定能逆轉局勢,走向一個崭新的明天。 要有關雷席的why are you not able to be accepted for the next choice? 至少原來還有這樣的故事。 可能,最主有她自己的選人標準吧? 又或許,神和人的區別正是在於這種不可知性呢。 她們的標準總是常人難以捉摸的。 是呀,所以,就算決某天選中了本姑娘做令隱,我也不會覺得意外。 我明白你的意思 在道寇之年 被毫无预兆地选为另引 很难想象 惊喜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我记得 惊喜刚刚就任的那段时间里 坊间有很多针对惊喜的质疑之声 很多人都认为 那时的惊喜资历尚浅 即使有实际 也并不能完全浮重 人们愿意尊重惊喜的根本原因 还是因为相信绝 但是绝选人还是很有眼光的 荆州历史上的令营们 各个本领高强 谋略了得 即使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把荆州治理得井井有条 已经完全证明了自己了 换作是我 估计光是处理那些文书工作 脑袋就要超频了吧 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对 假以时日 必成大戒 你会好奇这些 是今夕给你留下 什么关于自己身份的线索了吗 北落也 那可是一片古战场啊 北落也太过凶险 是荆州抵御明氏的最前线 我建议 你会好奇这些 是今夕给你留下 什么关于自己身份的线索 竟然出动了不止一位惠剑 看来蚕星辉的阴谋 远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庞大 蚕星辉虽然掌握着很多 与你有关的情报 但他们的手段和理念 都太过激进危险 当下我们在明 敌人在暗 就这样贸然寻找 无异于自投罗网 你会好奇这些 是今夕给你留下 黑海岸 没听说过呢 在黄龙的地理图治上 也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地方 这朵黑花 如果只是一张照片的话 我也没办法用能力 感知它的归属 蚕星辉的底牌不明 北落也又太过凶险 那黑海岸 就是我们目前唯一的线索了 可是仅凭一张照片找人的花 又像是在大海捞针 如果要从这朵黑花入手 不如我们去找黎奶奶问问吧 黎奶奶在商业街 经营一家盆景店 她对各类花会颇有见地 见多识广 一定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突然被这么夸 还是挺不好意思的 黎奶奶也很喜欢听书 刚才听书的时候 我好像还看见过她 我们就在附近找找吧 哎呀是赤霞和泱泱呀 你们怎么也来听书了 灵奶奶 今天我们是陪一位朋友来听书的 能够手撕残像 探考伤害 脚踢辽召之旗 拳打飞连之星的 大名鼎鼎的漂泊者 这孩子嘴还怪甜的 灵奶奶 灵奶奶 您见多识广 我们有个东西想请您看看 那就是这顿黑花了 如果是荆州这边生长的植物 我都会有印象 这可不像是荆州这边的花朵 即使是在荆州的植物质里 我也没有见到过类似的品种 啊 如果连您都不知道的话 荆州还有谁能知道呢 赤霞 别抬举我了 荆州可是有一位 通晓植物的植物系共鸣者呢 您说的是那位远道而来的姑娘吧 经常能看到她在您的店里 做帮工呢 是啊 那孩子手脚勤快 又熟知各类植物的习性 帮了我不少忙呢 小小的 白白的 嫩嫩的 笑起来也很可爱 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 像一束猩猩花一样 有时我喊她 小猩猩花 来吃饭了 她都会答应 多可爱呀 哎 这事赖我 年纪大了 搞不懂那些终端什么的通讯装置 啊 她现在应该是在后山那边做生态调研吧 之前我随口急了一下 想在后山开垦一片花田 这孩子马不停脸的就去帮我实地考察了 啊 从广场那边出去就能看到一片瀑布 从这里穿过去就可以到后山了 嗯 不用谢 没事儿 记得常来我的盆景店玩啊 我 你 有什么事儿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这里是通往后山的捷径 从瀑布后面穿过去 就能到达荆州城的后山 平亭山了 这朵小花 像是在为我们指引方向呢 我们跟上去吧 我 来 有鲜花构成的桥梁 好神奇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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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请问 几位是迷路了吗 献献花 一般只有林奶奶才会这么称呼我 不好意思 差点忘记了 我应该先自我介绍一下的 嗯 这是黄龙这边的礼节 那个 九阳大名在下维里奈 今日得见几位幸好幸好 是这么说的吧 不好意思 我之前一直在新联邦生活 对黄龙这边的语言了解的不是很多 你好 维里奈 我是赤霞 她是泱泱 还有这位是漂泊者 我们是林奶奶介绍过来的 我听林奶奶提到过你们 这朵小花就是我留下给林奶奶指引路线的 嗯 几位现在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有什么我可以帮助的 是这样的 我们正在寻找一种特殊的花朵 哦 这种花灰的确很奇特 自然界中很少会存在纯黑色的花朵 啊 但也不能排除人工染色的可能 我想想 与这朵花的形态结构相似的花卉 应该有这几种 首先是鸢尾花 它的花瓣虽然和这朵黑花一样 也是近椭圆形 但却是一种副瓣类花朵 地丁锦的花瓣尖端上有着明显的花缺 也可以排除掉 而和芽仙子相比 这朵黑花的花蕊明显长了一截 它的花瓣也比芽仙子多出一半 还有一种近似的植物是香宁草 这种植物原产于新联邦 所以黄龙本地人可能不太了解 它的花蕊长度倒是符合 但它的花絮总状却是圆锥状的 花冠也像个小喇叭一样 嗯 对了 还有金阳凤 它也是一种五半丹半类花朵 花蕊的长度也很符合 也不对 金阳凤有着明显的花梗 这朵黑花明显没有这种结构 原来还有这么多门道 真是长了不少知识呢 总而言之 这朵黑花的现状非常奇特 在自然界中几乎找不到相似的植物 我姑且判断 它可能是一种人工培育的新品种 而且它的花脈竟然是十字形 仔细观察的话 还能看到一些细小的频率波动痕迹 这是回音能量外溢的表现 既不知道是什么花 也没见到有人把这种花带在身上 花又说回来 难道我把这朵花带在身上 就能被当做那个组织的成员了吧 世霞 你能再说一遍吗 我刚刚说错什么了吗 我说 难道我把这朵黑花带在身上 就会被认作是它们的成员 什么的 假设这朵黑花 是黑海岸成员的信物 那么他们一定会注意到这朵黑花 而对于普通人而言 它只是一朵性状比较奇特的花朵而已 再进一步假设 如果黑海岸的成员就在荆州城里 那我们或许只需要戴上这朵黑花 就能够影射出动 我好像明白一点了 可是 要怎么才能做出一朵黑花呢 那 那个 如果只是仿制一个外形的话 我的共鸣力或许可以 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们 加油 维里奈 你可以的 真的假的 这也太神奇了 简直和照片战的黑花一模一样 能帮上大家就好 好厉害 还能再编一个出来吗 我还想看 飘泊者 你看到了吗 这么精巧的一朵黑花 维里奈小姐 凭哭就把它变出来了 而且这朵黑花 看起来和照片上的简直一模一样 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厉害了 只是我的公鸣力 恰好能让我做到这一点而已 还能再变出来一朵吗 正好我和泱泱两个人一人一朵 我再试一下 而且这 我 飘泊者 而且这朵 我 我 飘泊者 你注意到了吗 从刚才开始 周围就一直散落着一些黑色的花瓣 她们并不属于维里奈小姐 风中的流溪也被扰乱了 有人在跟踪我们 你想和我们分开行动 会不会太危险了 那我去知会一下赤霞 我们会按照刚才的提议 带上黑花 尝试找出黑海岸的成员 你独自留在野外的话 千万要小心 有事情 我们随时终端联络 我们会贺赤霞 你 残星会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 可恶 那女人竟敢妨碍我们的计划 现在又来一个碍事的 只能先打倒他们了 这样用吗 奇怪的剩下还在 应该是冲我来的 从这里上去 应该就能绕得那人的身后了 这种人的剩下 就在这里 先隐蔽起来吧 去哪里了吗 是在找我吗 找到你了 你真是充满惊喜 这是什么被捉住就要乖乖回答问题的游戏吗 你生气了吗 激怒你 似乎会让我不由自主的兴奋起来 你是第一个让我产生这样兴趣的人 你很有潜力 好嘛我会收敛一些的 毕竟你是黑海岸交给我的任务目标 是啊 我是黑海岸的植花 这朵黑花就是植花的标志 也象征着植花旧式的职责与使命 黑海岸的规矩就是这样咯 黑海岸的目的 哦是什么来着 哦 尽可能招募更多的闲能 拯救危在旦夕的世界 怎么样 你有兴趣吗 我对这个确实没什么兴趣了 如果世界明天就爆炸 那为何不趁着今日尽心 无拘无束的追求强大 啊 肆意的追踪猎杀猎物 深从欲望 啊 虽然我是很想这么做了 但人家 也有不得不背负的使命呀 花园中孕育着无数青色的果实 你将会是这座花园中 最为特殊的种子 而我的使命 就是保护培育这样的种子 让其蓬勃生长 这样 带到果实成熟 才能够亲自采鲜 品尝到果实的甜美 和泰提斯所说的一样 我能感受到你身体内 蓄势待发的爆发里 未来的某天 你必定会结出风扰美丽的果实 总之 你不用担心我对你做些什么 出阁的事 相反 这段时间我可是有好好保护你 替你清除各种暗中的障碍哦 可别把我跟残星会相提并论 我并不在乎他们的立场 但如果他们妄图把手伸到你身上 你可是我看中的人 只是用了点小伎俩 就把他们的人扮得团团转 真没劲 哎呀 难道你没发现 你和那个龙女的深夜会面 能顺利进行 是我帮忙拖出了残星会的家伙哦 回答了你这么多 该轮到我了吧 如果不是被牵制住 你认为 我会回答你的问题吗 总之 我并不是想从你这儿得知什么 我会继续关注着你哦 你是与众不同的种子 我很确信这一点 你身上 有一种熟悉的气息 我认为你 我是蕃 下次 别那么快再被我抓住了 跑得真快 发生什么事了吗 怎么这么久才接起来 是敌是友 你有受伤吗 你没受伤就好 赤霞发现了一位鬼鬼祟祟的可疑人士 现在正在暗中盯上 好 我们在商业接着你 你来啦 我和赤霞按你说的分别带着黑花在大街上游走 可惜我没打听到什么有用的情报 至于赤霞 他倒是觉得自己碰到了一位可疑人士 就是他了 漂泊者 你来得正好 这家伙一直在商业街里探头探脑 没事就往老人小孩那里打听 我见他可疑 一直在观察他 之前他身边还跟着一个小女孩 看起来年龄不大 之前他身边还跟着一个小女孩 看起来年龄不大 一直在东张西望 但现在却不见了 实在是太可疑了 我是金学会赤霞 这位先生 请你配合 出示一下你的职业许可 职业许可 在下秋水 是一名情报商人 漂游四海 海游解脉 不正经营 听你这么说 你们也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喽 经营场所 情报商人需要什么经营场所 现在请你再出示一下组织机构认证 小店诚信经营 明码标价 报酬给够 万事可谈 本店已经连续多年获得大陆最佳情报商人证书 没有明确规范的业务内容 那就是非法经营 嗯 那你们组织的相关负责人是谁 他的身份认证哪总该有吧 负责人 哦 我们的负责人 来头可大了 他是与我们这颗星球一同诞生的存在 是星球意志的化身 世间万物的回音 所以你们到底有个要相关的组织负责人 不是 我都把我们老大的老底给透了 你们怎么就是不信哪 哦哦 我信我信 情况我已经完全了解了 那就请你跟我走一趟吧 哎 长官 我真的没干坏事啊 我是在找人哪 就是 一个长成这样这样的小姑娘 那种带在人群里最显眼的 这谁能看出来啊 哎呀 就是先前你看见过的那个 哦 对对对 就是这样 哎 你是怎么知道的 啊 啊 啊 小心一点 这么总很危险的 找到你了 哎 安可小祖宗啊 你可让我好找啊 哎 你想做什么 长官 我一直都在找的人 就是他呀 小妹妹 你是叫安可吗 你认识这个人吗 哎 安可认识 虽然他无证经营 喜欢当中间商赚差价 擅长窃听商业机密 又爱中弄小孩 但是秋水叔叔不是坏人 安可 我上次早教你的 都说了在外面不要喊我叔叔 我没那么老 好 威琳奈 你们是怎么遇见的 我从后山准备回来的时候 在悬崖边上碰到了他 当时他正在生吃一株毒蘑菇 嗯 还好我及时给他熬了药汤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不用担心安可 这种蘑菇 安可已经吃过很多了 可是 可是 小安可 你怎么一个人 跑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去了 小安可别怕 有什么说什么 嗯 因为 安可要盯烧这位大姐姐啊 小孩子平时奇怪的东西看多了 不要在意 不要在意 喂秋水 不是你让安可这么做的吗 他们的眼神 怎么看起来不太对劲啊 安可 这种话可不能随随便便就说出去 唉 既然事态已经发展到了这一地步 那我只好告诉你们了 我们来到这里 的确是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就是 安可 喂秋水 等等安可呀 再见了您嘞 我们还要忙着拯救世界呢 站住 绝不能让他跑了 我 我去居民区的方向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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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气 这是在挑衅我们吗 我往寻民匯的方向去追 这条路我最熟悉了 好生气 这是在挑衅我们吗 我往寻民匯的方向去追 还是在挑衅我们五号 这由 YOU公民匯的方式 崗尼 又是一条岔路 广场这块就交给我吧 另一边就拜托你了 没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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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人位置的间距变短了 有了 在巷子镜头那边 终于来了 但是 切 subsidiary 这怎么能算得上逃跑呢 我们的目标 从一开始就是你啊 大姐姐别跑了 单单 安可和秋水叔叔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好了 安可 你看你把客人都吓成什么样子了 明明是秋水让安可这么做的 安可平时才不这样呢 别怕 漂泊者 我们只是有些问题先要问问你 就是你出的主意 让那两位姑娘戴上假黑花 想以此来引起黑暗成员的关注吧 不得不说 那朵黑花倒是足够以假乱真 若非懂行的人 还真看不出来它和珍品的差别 植物系共鸣者 有点意思 植物系共鸣者 我们好像也认识一位耶 也是 的确没必要大惊小怪 那么说说吧 你为什么要找黑暗 哦 是吗 那看来 我的情报果然没有出错 黄龙有句古话 叫做愿者上钩 你的手段还是成功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你想要找的人 看似远在天边 实则尽在眼前 如何 这个情报够分了吗 别露出这么失望的表情嘛 人生在世 还是得学会给自己营造点惊喜感 我知道 关于黑海岸 你一定有很多想问的事 不过你先别急 我呢 如你先前所见 是一位情报商人 再怎么说 我也是个生意人 不是什么慈善家 情报这种事 还是得讲求一个公平交换 我们找你 其实也只是想要和你做一笔交易 我希望你能和我们一同去一趟寄庭遗址 协助我们回收一个数据信标 这次的任务结束后 作为报酬 我会将我们所知道的情报 尽数分享给你 顾客至上 诚信为本 我们的信用可是全大陆有目共睹 不然我们也不会有资格成为黑海岸的客亲 念在你是我们新客户的份上 就额外赠送你一份见面礼吧 你应该已经知道这朵黑花对于黑海岸来说代表着什么 这份诚意应该足够了吧 而我们的身份是真是假 只需将这朵黑花交给那位通小植物的女士一看便知 实在不行 安哥 快 给她办个可爱点的表情 大姐姐 你看看 安可都这样求你了 你也不忍心让她伤心吧 那就这么愉快地决定吧 我们会在月鸟泽信标的附近等你 记得自己一个人来哦 你这边怎么样 啊 他们 完全看不出来啊 果然 这朵黑花和我之前的判断是一致的 它确确实实是一种回音植物 而且这朵黑花上蕴藏的回音能量十分独特 含量也不是一般的回音植物能够比拟的 难道他们真的是黑海岸的人 我还以为这帮人能有多神秘呢 别的不说 跑跑的手段倒是挺高超的 刚刚他们和你说了什么 寄庭遗旨 我只知道 那是一个已经荒废多年的科研机构 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还由于月鸟泽的异常气象 已经很久没有人踏足过那里了 杨阳 你别太担心了 漂泊者的实力 我们都见识过了 好吧 漂泊者 我会联系研究院 将你的数据 从周术信标传输过去 帮你解锁月鸟泽附近的信标 最近城外无音区一动频繁 你一个人赴约的话 路上小心 有需要的话随时告诉我们 我们会第一时间赶过去的 这种事是一样的 我只能识到 你一个人赴约的 我真的不知道 你一个人赴约的话 我真的要有一个人赴约来 我真的要去 你一个人赴约的 我真的要去 你一个人赴约的 你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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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要去 你一样的 哟 来了 季庭详细的位置 我已经发到你的数据终端上了 既然我们现在 是一条船上的合作伙伴了 行动开始前 我还是有必要和你共享一下情报 季庭是一个非常非常神秘的科研组织 虽然季庭人是以机关术为主修 但实际上 真正让他们出名的 还是他们那些奇奇怪怪的实验 雁鸟则中 为何会发出五彩斑斓的黑色光芒 湖中的诡异圆圈 就月黑风高之夜 年轻的研究员亦飞冲天 自此药无音讯 遮云蔽雾之间 始作俑者 竟命有其人 现在不是睡觉的时间啊 秋水怎么开始讲起睡前故事了 不好意思 风格一下子没变过来 但是 重头戏 还在后面 就在某天 季庭的成员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了 那位季庭的神秘教授 对外留下的最后信息这样说道 想要我的实验成果吗 想要的话 就去季庭遗址吧 去寻找吧 我把我当图所有的财富 都放在了那里 怎么样 漂泊者 难道你对这些传闻 不感到好奇吗 我就知道 漂泊者肯定和我一样 是一位同道中人 不过 我们此行确实是有重要任务在身 想必那位另影 已经和你讲过了黑海岸的职呢 我们在世界各地 都布设了监测悲鸣的数据信标 也正是通过这一手段 来实现对悲鸣的数据收集与预测 黄龙有句古话说得好 差之好理 谬一千里 每一个数据信标对我们来说 都是至关重要的样本 寄庭人失踪之后 我们曾经布置在寄庭的数据信标 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 不久之前 我们发现黑海岸的悲鸣监测系统 出现了异常 怀疑至于之前布置在寄庭的数据信标 遭到了损坏有关 所以黑海岸就派出了我们 让我们来寄庭实际调查一下 这次我们的任务 是以回收数据信标为主 但说不定 还能在寄庭里 逃到一些稀奇的宝贝呢 秋水 你心里的小算盘 打的安可都能听到了 这叫顺水推舟 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 走了走了 哦 我 你 她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嗯 嗯 难道是我的残像探测器坏掉了 这么多残像竟然一点反应都不 安可觉得 这些残像像是突然之间一下子冒出来的 真是奇怪 先把他们打倒再说吧 这样用吗 这就是这儿了 唉 这帮人总是爱搞这种稀奇古怪的谜题 难怪这么多年都没人能进入祭庭 撤安保系统还真是严格呀 秋水 周明明是你之前不小心触发了安保装置 那是 才让大门重新关上了吧 嗯 总之 我们得先想办法把这扇门打开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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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知者明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雨中发生的一切事物的幻影 我们先前在外围看到的雨目 估计就是寄庭这一研究的成果 一般来说 速回雨的形成一共需要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时 速回雨与我们平时常见的细雨并无区别 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奇景 正是速回雨的第二阶段 悬庭 我曾经也听说过不少以个人名义 对速回雨展开的研究 他们大都是有所执念之人 想要再现自己人生的某一段经历 或是再见想见之人一面 但寄庭的这个规模和阵仗 未免太大了一些 真让人好奇啊 他们想要复现的 不知建筑内的电力系统 还能不能运转 我们分头找找吧 好耶 养灭出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节经容计 天气球 速食杯面 超大号罗姆包 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 这是 早在几十年前就停止发售了的游戏卡带 这下可逃到大宝贝了 哟 漂泊者 怎么样 发现什么好东西没 我这儿倒是有点收获 也多亏了你 没想到这么快就把那道机关解开了 哦 类似的机关 难不成 你和季婷的 看来和你做交易 还真不是一笔亏本买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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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咩白咩 你们有发现什么好玩的吗 报告 没有 白咩也没有发现什么咩 怎么回事 再探再报 黑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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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的进阵明明很顺利 但为什么一直没法取得我们想要的结果 人工素贵宇已经成功进入到第二阶段了 我们手头已知的种辱证据都表明 这一文明的确曾来到过月鸟泽 利用素贵宇的复现特性 利用素贵宇的复现特性 将过往的神迹复现出来 难道我们的思路出错了吗 已经没有时间了 人工可控无音区应该已经搭建完成了 我们必须要开启第二计划了 实验的进阵明明很正常 人工素贵宇已经成功进入 利用素贵宇已经没有时间了 那位残星会会间出手还真是阔绰呀 如果没有他的资金支持 这座实验室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建起来 虽然他总是爱对我们的实验指手画脚 但没办法 谁让他是我们的资助人呢 实验室的选址虽然也偏僻了点儿了 但是只要能够供我们继续开展实验 对我们而言就足够了 是 不然我们这些疯子还能去哪儿呢 总部把我们像丧家之犬一样撵了出来 他们根本不会明白 就像海森教授演讲时说过的那样 我们所做的事业是能够改变人类未来的伟大事业 这次我们一定会让我们曾经目睹过的神迹 再次复现在人类眼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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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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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五 五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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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她的频率总是表现出饥饿的特征 但她一直处在我们的严格管控之下 总不能是她吧 我会再去调课再给她增加一点投资量吧 别把这个大卫王给遏着了 毕竟 现在她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来我已经到了最后一刻了 稍微的有些不甘心了 我一直以为我的敌人是那些世人的误解 使日渐消退的激情 是迷茫时的懈怠停滞 到最后才发现原来岁月才是我最大的敌人 逐步逼近的大线与解明的渴求让我变得偏执 最终致使我们的方向彻底脱离了轨道 可待我等醒悟之时早已为时过完 我们已经步入了那执帮我们的虚极了解明镜与点栏目 他们既是我们的过去 也是我们的未来 若是能提早知晓这一点 一切尚有改变的机会 来自过去的未来之人 请再一次拯救我们 请继续前进吧 直到跨过那道 能够改变世界的真正的门飞 好漂亮的姐姐呀 小伯者 关于这个人 你有印象吗 果然 电力恢复之后 中央电梯应该也可以使用了 数据信标的信号源就在我们下方 我们下去看看 开心 这一切 一刹 能吗 aku 有一点 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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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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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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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